梅西和C罗之间没有可比性 这是前切尔西球星米克尔在接受费迪南德采访时说的话 他表示当时面对在曼联效力的C罗 阿什利比克尔有办法对付他 但是面对梅西却毫无办法 只有一种战术 那就是踢梅西 把球从梅西身上踢下来 米克尔表示根本无法单挑防守梅西 否则你会死的 必须要有两三个人跟着他 他觉得根本抢不到梅西的球 当你以为自己做到的时候 梅西就消失了 米克尔认为梅西是来自一个不同的星球 与C罗完全没有可比性 米克尔说的一针见血 他和梅西和C罗都交手过 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他们两人的实力差距有多大 擅防梅西是所有后卫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因为梅西作为足坛历史盘代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他的节奏变化极快 更恐怖的是梅西能够根据防球员重心的移动 随时变换方向 也就是说防守球员不动的话会被过掉 动起来依然还是会被过掉 基本上怎么做都错 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 这就是降维打击 梅西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是因为他的思考速度和反应速度 总是能够比任何顶级球员都要快几拍 而不仅仅是快一拍 而且梅西的重心底 下盘稳 在人群中穿插起来游刃有余 别人拉都拉不住 其实梅西这种过人方式是很伤膝盖的 一般人学的话容易把膝盖学费 但梅西的膝盖像是黄金做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 对于防守球员来说 梅西让他们感到绝望的不仅仅是过人 还有历史顶级水准的传威携球能力和射门能力 因为你很难预测梅西接下来是要过人 还是要传球 还是要射门 梅西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方式处理皮球 他都能够做得极其出色 面对这样的梅西 谁能不崩溃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